這條題目就給了我們一個直徑 AD是一個直徑 有直線有20cm和12cm 20cm是AD 12cm只是BC 他現在想求藍色線和紅色線兩個線段長度相加 我會在中間點連接到中間點 這個圓心到這個弦的中間點 這條線一定是直角 我叫這個線段長度做X 然後我就想證明給大家看 藍色和紅色加起來 其實就是中間X長度的兩倍 為什麼呢? 我們加一條這樣的對角線 把A和Y連起來 如果我們這樣加的時候有什麼效果呢? 留意這是圓心 所以這個就是AD的中間點 藍色、綠色和紅色 大家都有90度 所以其實這三條線都是平衡的 我們根據這些 Intercept theorem的截線定理 和Mid Point theorem的終點定理 我們就可以知道這個點其實都是AC的中間點 因此這個OM和DY的關係 就是DY其實是OM的兩倍 同樣道理我們看這個三角形 都是根據Mid Point theorem 終點定理 我們也可以看到AX其實就是MN的兩倍 好,我們將兩個加起來 我們現在目標就是想將兩個加起來 加起來之後 其實就是兩個OM加兩個MN 抽個2出來就是兩個OM加MN OM加MN 其實就是一個X 就是ON 所以我就證明了AX加DY等於2X 那接下來我們要怎樣計算X呢 我們又要加一條線 加一條這樣的線 這條線多長呢? 這條線其實是半徑 半徑多長呢? 我們知道AD整個長度是20 即半徑就是10 所以這個就是10 然後不是定理就可以計到 10的2次其實等於X的2次 我們加上12的1半 6的2次 因此我們就馬上 上計到X就是8了 剛才說過這兩個商家 其實就是2X 即是2乘8 那答案呢就是B 16